武汉三环内小高层楼盘有哪些 这次一共统计8个小高层 其中江岸区的后湖板块有3个楼盘 第一个楼盘后湖里小高层的总高是16层 户型面积是106平和122平 价格在22000到23000之间 该价格比高层房源的价格贵得不多 性价比还可以 不过小高层的楼洞靠近马路会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楼盘龙湖青能天耀 小高层的总高是15层 户型面积是116平到140平 价格在25000左右 目前小高层房源只有低楼层 该价格在后湖板块确实是价格偏高 楼盘定位是改善需求 户型设计和精装标准还是不错的 第三个楼盘武汉城建兴和2049 小高层的总高是14层 户型面积111平和131平 两种户型价格在19000左右 而该楼盘高层房源均价在16500左右 不过该楼盘相比龙湖天耀还是偏了一些 接下来看一下汉阳 汉阳的小高层楼盘有三个 第一个楼盘汉江云赫 小高层的总高是10层 户型面积是175平 一种户型 价格在23000左右 该楼盘从环线位置来说 地段很不错 是二环内不可多得的小高层改善楼盘 第二个楼盘城头墨北景院 小高层的总高是15层 户型面积从103平到142平 多种面积段 目前价格在17500左右 楼盘一百零几平的小户型卖完了 还剩一些大户型 该楼盘太靠近二环高架 同时旁边还有家记站 还是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个楼盘城头荣创国博城 小高层的总高是15层 户型面积从106平到131平 共三种户型 单价在17500左右 而同一地块的高层均价在15000左右 该楼盘也是目前汉阳销售最好的楼盘 从性价比来看 高层的性价比则更好 接下来大武昌三环内的小高层有两个 第一个楼盘中建伏地星成 小高层的总高是15层 户型面积有从78平到120平不等 目前只有112平的户型 该户型是两开间朝南的长条型户型 单价则稍微低一些 单价在24000多 该楼盘虽然靠近高价 不过噪音情况影响不大 据了解购房客户大多数还是附近的居民 还有附近大学的教职工 最后一个楼盘 东湖风光 该楼盘小高层的总高是10层 价格待定 该楼盘位于着刀权板块 与东湖一路之隔 地段配套较好 不足的是周边的老破小很多 目前销售的高层价格在32000左右 综上可以看出武汉三环内的小高层楼盘很少 还有一点 多数小高层楼盘的价格 与高层的价格相差并不大 原因是小高层处于楼盘的外围 靠近马路边或者高价 居住的舒适度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选择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 最后 永哥团队只做一件事 为您选好房 请私信我们 永哥团队为您选房 并带您实地看房